歡迎大家,又再次來到姚中儀文化館特備節目 一機一鏡,燈粉樂 今次很感謝嬌哥邀請到香港一位資深的生態攝影家徐洪先生 分享一次,他就來這裡 不過好像,現在很冷 對呀,剛剛翻風,但也不夠這裏這麼冷 你什麼事?你怎麼帶韓風來? 誰知道韓風是北極風 那我也知道你們想說什麼 你這次來的地人是什麼呢? 有什麼介紹給我們? 我這次跟大家分享,我在加拿大拍了一套北極風 所以他們覺得好像很冷 你怎麼無緣端的?北極風有多冷? 其實呢,我應該說是去年 我去年2月份,剛剛疫症開始的時候 因為我要去這個計劃準備了三年 因為他每一次去,人數接待很少 他在加拿大的靠雲北部的地方 就是專門拍,在邱吉爾的地方 又叫做北極雄之都 我就專門去拍北極雄BB出生的朝景 所以是真的幾度 有幾度? 溫度呢? 大概的體感溫度去到零下五十多度 嘩!五十多度? 實際的溫度大概是三十幾四十度 所以真的幾度? 真的很濃 五十多度我真的沒試過 我們看看你的第一幅照片 那時候發生了什麼事 現在是第一幅照片 嘩!很開心 好像兩個BB在瀑板媽媽 這個就是因為2月份 北極雄出生 應該說是出動 北極雄大概在動月裡 北極雄生BB之後 在雪中的溫度 對 大概在四個月左右 就不出來 嘩! 大概呢 BB在2月中 他們就會出來 即是叫做破洞 餓醒了吧 或者他離開陌生世界 要看一看光 他們出來之後 大概兩三天 就會離開他的動月 跟媽媽一起出行 哦! 這麼短時間 即是你去拍攝的時候 就要趁這兩三天 你很幸運的話 就是你 這兩三天剛出動 你會發現到他 即是他不會打電話給你說 我走出來 是嗎? 你又想我打電話給你 當然是 每次都拍中 不是他那個人嗎? 是 他出來是講運氣的 如果 你剛剛離開後 你才到達 而另一個新的家庭 還未出現的時候 你是找不到的 哦! 因為全部都是冰天雪地 那麼他在裡面 你又找不到他 是誰的洞 誰的座 只有他出了洞之後 他有痕跡 你才能看到他 哦! 所以不只講你的運氣 哇! 那你去了多少天 拍到多少天? 那個行程 如果包括交通的話 大概是15天 因為我們第一步 飛到溫哥華 我們要轉機 轉去Calculate Calculate 再坐內陸機 去到邱吉爾 那不是 另外一個地方 再在那個地方 再轉一程機 去到邱吉爾的機場 即是說 由香港飛 溫哥華 溫哥華 再飛 去到邱吉爾的地方 我們再坐火車 還要坐火車 大約6個小時的火車 不過走得很慢 因為它在雪地上 然後去到之後 再坐差不多一個小時的野外車 才去到它的營地 所以 為甚麼 我們第一步想去為甚麼 嘩 這張照片 我知道為甚麼 嘩 好運氣 它那個邱吉的確是出來 很可愛 那些紅嬰兒出來 非常可愛 尤其是我們能夠拍到 它和媽媽那種親戚的感覺 是挺感染人的 你把那個人性放進去 是的 我是比較喜歡拍張 因為我以前都很喜歡拍人 所以後來我就把拍人的情感 投射到在動物的世界 那又幫你掌握到那一刻 即是何時感到 是的 因為其實動物和人 在情感方面是比較相似的 所以我們變成 因為拍人在這方面有些心得的時候 變成我去拍動物的時候 變成我拍攝牠的時候 就會掌握會比較容易些 發揮又會比較好些 那些光源又如何控制呢 好像這方面 和剛才那裡很不同 但是它的光很猛 雪很爆 那我們通常我們首先 我們知道紅出現的地方 因為地方是很大的 你要看位 我通常我喜歡拍這些動物有好 或者是自然界有好 我都是喜歡用側光 因為側光的話 它表現那種動態的話 它的能體感 或方向性 會出現得比較好 你是在車上拍的 因為落地了 因為落地了 因為拍北極紅 基本上它出去了野外之後 它有人保護我們 OK 它帶著槍保護我們 它又會有一個安全的範圍 即是你在那個地方 還可以有 是的 這個安全範圍 但它約摩的距離 大概要去到70-80米的距離 那你握什麼鏡 都是長鏡 有時候要加1.4 就是去到850 因為它真的太遠 你不會用定招嗎 去到什麼地方 都是定招來的 600的定招來的 不過我要加1.4個真距鏡 等它去到850 你手持嗎 當然不是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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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考我 不是 你們怎麼可以想到這裡 很奇怪 好像媽媽教兒子 對 因為它整個思路 我在它拍這個 當然我們會 事前我們做這個資料實習 我都會 看看怎樣去做 拍得好一點 所以整個大的方向 就是要拍北極熊和寶寶的二度 那種情感 然後我們在那個 拍的細節方面 我們就要看到 他們一路 寶寶做的動態 和媽媽做的動態裡面 是捕捉她的那種情感的時候 我要引伸一些什麼內容 你這個構圖補足很棒 你只是媽媽和右手 這隻也很難得 原來她的腳底下 那一端有一隻 那隻的 掌握得她真的很棒 媽媽的頸落 而且還斜上 沒有了 構圖很漂亮 這個是捕捉她的動態發展 她是怎樣做的 所以我們在拍的過程裡面 在對焦技術運用方面 對焦我首先是 一路就是以寶寶為準 因為她是我主要的主角 所以我的對焦點 就一直是對著她的 另外還有一點就是 因為我很想她做一幅照片 都要在我的清晰範圍裡面 我不想大光圈 特寫那個BB清晰 而媽媽是沒有的 所以在技術上運用 我是把光圈收到最小的 那我就保持了她的質感 清晰度 同時我的對焦點是對著BB 讓她的互動和主體關係 能夠很緊密地結合在一起 那你對你的相機的操作 都是非常之熟悉的 要啊 我們攝影人 首先你要拍得好照片 你要對自己的相機 熟悉程度相當高 對 好像這幅一樣 那你用定焦鏡 你不是用定焦 對 定焦 那如果向前走 你是不是很尷尬 但你會拖著這支鏡走來走去 不是啊 因為它其實是很遠的 只不過是在後期 我們回來 要按照自己的構案 當然你又不能按照太小 因為太小 損失就很多 所以決定了 就是最早的時候 你現在的機器設在哪裡 是的 設了之後 然後你要看著慢慢走 還有動態的表現 那你就 大家一齊左邊 一齊左邊 一齊左邊 一齊左手走出來 我怕媽媽好像跟她去經濟 媽媽就右手 就對了 這個就是說 首先 我取決於我第一個 按快門的動態 你要取決它 哪個瞬間都開始按 因為現在 我們那個 相機的性能 幫了我們很多 因為說 每秒 有十幾張 現在最新的 去到三十幾張 你沒理由從那個動態 一開始 就開始按手打的時候 你會浪費很多的空間 就是你的儲存空間 同時 你不知哪個時刻 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們是決定 第一個 我要她的腳 開始起動 那一刻 要開始按摩一下 雖然我都是採取連拍 但是我們第一個動作 你怎麼會這樣 第一刻 這個技術是要解的 是的 這個很重要 因為我通常見到 有些 是盲感的 是的 這是很多初學者 他對那個瞬間 哪一個瞬間 要求 第一個按那個動作 是的 這個真的 是一常 很好的提示 你應該要追著 是嗎 就是入了床 是嗎 是的 因為其實 他出現這個動作 我未必知道 但是他們在玩的時候 我們 就開始要追蹤他了 只不過他在追蹤 我想拍那個時候 我知道他將要出現這個動態的時候 我從那個瞬間開始要這樣 你的追蹤 有沒有包括了 要將你的相機鏡頭移位 有的 有的 因為你要跟著他移動 你沒有可能上 所以我們要 那你是自己走雪地移動 不是車車的移動 不是下地的 這個時候是下地的 只不過我們教那個雲台 你是活動式的雲台 你可以水平地移動 你剛才說的 你見到他起動的話 你自然就應該有去看那些 北極雲的雜性 有 有 第一個你要了解到那個雜性 還有你是知道 總的一個就是 你認那個物體而同的趨向性 你那個預測 它將會是怎樣的動作 所以第一個瞬間 你就是要 有預測它可能 我不知道它出現一個咬的動作 但是我知道它的動態 將會出現的時候 從那個起動之前開始這樣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你拍攝那個動態的 第一個發言 這個很有親情 對 媽媽好像在床 這個主要的表現就是她的生活 就是 媽媽那雙眼 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到 那雙眼很溫柔 對 不是好像 沒有雷食一看就知道 這就是 那 還有她 做這個動作 都是給公主去吃的 對 對 這個也是餵賴的時候 對 餵賴 其實餵賴的動作很多 但是你怎樣去突出 那個嬰兒那種 那麼天真的東西 就是沒有一個動態 你要觀察 你要觀察 去看 對 另外一樣 我發覺很漂亮 你這行是不會黏後的白色的 就是那個光背又會小心 會 會 當然 我們拍攝這個對象的時候 其實她在光背上 都產生了一個分離 因為她背景相對是 雖然覺得是拍攝 但是因為不識分各方面的影響 所以她是把主體分離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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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表現 其實就是表現 動物那種 雖然是 很兇猛的一種 嗯 但是我要表現的 但是她 除了兇猛的 那一邊有 那一邊有 那一邊有分別 但是這就是我們小劫 對 這種是小劫 對 這個好像模特兒的 Cat walk 對嗎 很像 又是 後面那兩隻 又是第一隻 左腳 我是比較特別 我喜歡一張照片 它 不是一個很平面的 它有一種動感的產生 但是這種動感的產生 它是怎樣來呢 它會通過一些微試的動作 比如說我是要撐住它 剛剛抵腳 這個兩隻腳抵 只是恰巧 剛剛抵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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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是的 我見她一看 就是要提起動作 我開始按 因為我按幾張 我一定會做的 所以我選一張 比較那種動感強烈的 但媽媽會看著你 也不會實在看著你 這個也不錯 這個也不錯 所以我選擇這張 它還有一個自然的反應 不只是一個雪地 它還有一種植物在這裡 所以它那個環境 我覺得比較多 舒服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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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的光 我也很欣賞 那個立體金和那些毛 好像很溫暖 是的 你掃下去的光 是的 因為地裏的問題 它的位度比較高 而且是冬季 所以它的光線來說 沒有那麼強 是相對比較幼 它的反差沒有那麼大 所以它表現在這些 尤其是BB 它們在細節方面 由於低光和光的強度那麼弱 它表現是比較多些 在細節方面 阿B好像真的被你拍照 給你拍一張照 是的 因為那些北極熊 尤其是BB 他剛出生 其實當然是說 他都不少日子 但是他出動來說 我們計算到三個月左右 所以他是很活躍 很活躍 這就是我們經常所說的 就是畫面裡面的線條和特點線面的結合 和和諧統一 和諧統一 我所說的就是兩個寶寶的視線 都集中 集中看媽媽 這是一種我們經常運用 和諧統一 就是你怎樣在畫面裡去捕捉這種東西 你是有些幾有耐性 還有你會觀察它 怎樣到達那個統一性裡面 你會開始這麼快 是的 這個耐性也是很痛的 很痛的 這個耐性 這個簡直好像是沐浴一樣 因為我就是想 當然他的活動範圍很多 除了在雪地裡面 他都會在樹槽裡面 我就會在樹槽裡面 利用光線的投射 變成畫面又沒有這樣化 剛剛又照到媽媽 大概我猜媽媽是怎樣教那個寶寶 在自然界裡面 你怎樣去捕捉一些 可以說生存的技能 怎樣去搵食 你怎樣去生活 我觀察他們是在教那個便宜 大哥 你的反差控制 好造假 就是那個金邊出來 沒有東西是 就是那些細節是 光位暗 你出發了 這個就是 很幸運 他幫地的環境 又給了一個先天 即是說國光美本身不是十分很大 即是混亂 今次兩隻搏在媽媽裡 大家兄弟手足情很深 這個就是靠觀察和運氣 我們就在我起這個位的時候 我大概就拿到這個位了 我剩下我怎樣去等這種高潮出現 我就會在那裏 還有一個動作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拍攝這個北極狂的時候 我是把我的腳架是較低的 我幾乎是貴在那裏拍攝 我希望我和他在一個平時的生活中 然後呢 是把我和北極狂的距離拉近 如果我的腳架是升高的話 我變成是虎視的話 變成是在另一個視角裡去看它 所以我把我的腳架放低了 然後呢 我剩下就等他們的動態出現 我怎樣去表達他們 所以和我拍攝就在那裏 我單腳跪在那裏 你跪在那裏就很冷 會的 我的腳很冷 因為你埋在雪裏 最後這裏就是全家福 最後我等他 就是希望他看到我們 這個動態也等得很久 這個動態 因為他不會經常這樣 有時一個人看到我 我又覺得沒什麼意思 我是很希望他 他覺得我看到我 變成和我直接的交流 那畫面裏 他可能會覺得好奇 對於這個世界有一種好奇感 或是一種期盼 或是一種嚮往 這是我很想通過他表現出來的感動 先說你講 你總的行政是15日 你拍攝這個北極狂是怎樣的人 9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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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的相片 你中的機會都相當高的日子 真的挺好運 這件事就講在我們攝影人裏面 就是 除了你掌握好技術之外 很重要一個因素就是你的問題 對 因為我覺得也算是挺好運 我拍了9天 兩天大風雪 連那些紅BB都不肯出來 變成我沒有辦法 但我七天裏面全都沒有拍到 對 而且還有陽光 對 還有陽光 對 同團有一個美國那類的視頻家 是 他同一個時機 他是19年去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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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是 也是 是 是 這是 這是 是 是 所以去年我準備出發的時候 因為我的團隊是17號 但我在3月初聽到美國已經開始封關 我很擔心加拿大跟著它封關 所以我提早了半個月 即是去到加拿大 先飛進加拿大 所以我那個團隊都是自在必得的 所以我拿了一張機票 我都提前買一張機票 但你自在必得 如果遇上不好天氣 它不出來 那你又養了三年了 攝影人最重要是我的心態 他要保證好的心態 所以我所做的事 我做好了之後 剩下我就交給天 OK 我們這次非常好玩 找到阿徐上來 在這麼冷的地方 零下50度 去補了一些溫暖的情境 所以現在又不是很冷 下次阿徐會介紹一些人物的照片給他看 我們可以感覺到 這個生態攝影師轉了零眼 怎樣看人物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program 麻煩你like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下次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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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